- 皮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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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Kiki 最近除了《幻城戀愛》第二集之外 有follow Instagram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最近有在追Disney Plus的另一部新戀中 粉紅謊言 Pink Light嗎? 那一開始我本來是因為《幻城2》更新太慢 所以才隨便抓其他節目來殺時間 沒想到粉紅謊言意外超好看 從節目規則、素色環境、成員之間的互動 都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尤其是節目的中指還有成員的謊言 比我想中還要更寫實、更有深度 等等跟大家介紹的時候就知道了 好在我開始表演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充分多精彩影片囉 Disney Plus首部推出了《韓國戀眾粉紅謊言》 由金希特、李鮮斌、宋元馨、Rara主持 Pink Light也是韓國戀眾天花板換成團隊最新製作 節目一開始找來七位單身男女 大家都帶著一個不為人知的謊言尋找對象 有的人是因為既定的社會觀念 或是對身份的偏見而無法談戀愛 也有人是因為誤解導致戀情總是不長久 每位出演者都有一個在愛情路上難以啟齒的秘密 所以《粉紅謊言》的節目中指是 人們是否能夠打破世俗的偏見 透過節目尋找無條件的愛情 其實我覺得可以想到這個題材還蠻猛的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不想讓人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家境也好、過往發生的事情也好 那《粉紅謊言》的爆點就在於 出演者的謊言到底是什麼嗎? 什麼樣的謊言會阻礙他們的感情之路 難道是有人離婚嗎? 還是有人未婚生子? 所以很有趣的是 節目主在公開成員的謊言之前 會讓成員們用假名出演 這樣其他成員或是觀眾就找不到他們的相關資訊 然後剛剛有提到 《粉紅謊言》是換成團隊最新製作嗎? 所以成員們的宿舍也超美 不但有讀中別室玩大草皮 宿舍從客廳、房間、廚房甚至到健身房 都看得出來節目主費了不少苦心補質 然後換成一樣 成員們每天晚上都要傳簡訊給自己當天心動的對象 不過當大草皮上的粉色月亮亮起 成員們就必須到月亮前領取卡片 並根據卡片內容執行任務 讓我們滿驚訝的是 節目的節奏很快 每一集都會公布一位成員的謊言 也有部分成員可以在真實執訪 提前得知好奇對象的謊言是什麼 所以猜各個成員的謊言 也是這個節目很有趣的看點之一 成員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不只有出演者 觀眾也會忍不住去猜 嗯?他們說的話是真的嗎? 還是其實是在說謊? 那接下來就是分謊言前三集的爆雷討論 還沒有看過節目的朋友 可以先去Disney Plus補一下進度 我光是看到第一個謊言就震驚到不行 那也歡迎還沒有看過的人 回頭來留言跟我分享你們的想法喔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這次排的情侶組合 是根據他們第一次約會 還有出場順序排的 所以很有可能後面還會有變動 那何妮和巴妮是最早公開謊言的男女成員嗎? 36歲的何妮從事蠟燭工坊6年 但這之前她曾經當過成人片演員 因為經常收到騷擾訊息 也害怕另一半或是另一半的家人朋友 看過她之前拍攝的影片 所以6年來一直在逃避男人逃避戀愛 而巴妮則是出身清寒家庭 雖然擔任三星電子的技術研究員 但她每個月都要給家人薪水的50% 希望透過節目找尋不在意自己被剪的另一半 其實我覺得粉紅謊言到目前為止 與其說是謊言 倒不如說大家都有一個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 因為他們並沒有真的騙什麼 那何妮的秘密我個人是覺得蠻震驚的啦 作為女生我可以理解她害怕的點是什麼 因為同時覺得很心疼 居然因為演過成人片就不敢談戀愛 連穿漂亮的鞋子約會 在宏達跟喜歡的人散步都變成一種奢侈 所以當我看到她和巴妮約會約得很順利 其實還蠻替她開心的 沒想到第三集 何妮明照她跟巴妮說過 她6年來都沒談過戀愛 卻選擇在大家面前謊稱 自己最後一次接吻是去年和男友在江南發生的 不過我覺得何妮說謊有兩種可能啦 一種就像先兵說的 因為害怕過去被揭露 所以選擇說謊當一個平反人 另一種可能是她對巴妮沒興趣 畢林男方在第一次約會就有隱約透露出 她的謊言可能跟家庭背景有關 而何妮也不想讓其他有興趣的男成員知道 她有長達6年的戀愛空中期才說得謊 不過目前最疑惑的是 何妮超堅定的表示她對何妮有興趣 為什麼又把簡訊傳給心有所屬的燦帥呢 那巴妮的部分 說實話一般女生聽到她的家庭背景 應該很容易退避三捨 畢竟要承諾另一半一起養她的家庭 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巴妮的價值觀和想法很加分 因為從小就知道家裡狀況不好 所以很努力的念書拿獎學金分擔加急 也知道自己能為父母做的就是努力選行 讓他們在辛苦的生活中得到一絲慰藉 我相信巴妮除了經濟上的負擔 她的背景也同時讓她更成熟更加有責任感 我也理解她為什麼會被何妮吸引 第二集當巴妮說 感覺女方的秘密跟家庭有關時 何妮說 如果我把生活困苦當成秘密隱藏起來 那就表示我以父母為此 所以我不會保密這件事 兩句話就成功消除巴妮擔心了點 不過我蠻意外的是 巴妮剛出場的時候不是有點ㄍㄧㄥ 個性有點木嫩嗎 進入第三集 巴妮和大家熟了之後 不但變得相當活潑 還在保齡球活動時帶動氣氛 她的反轉魅力意外蠻加分的 不曉得你們對巴妮和荷妮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其實我覺得多彎很妙 她的顏值幾乎撐起整個節目 但她常常擺出一種耐人尋味的表情 讓人產生距離感 比如說第一集 當漢傑跟多海一起煮飯 以及晚餐後 南方選擇和多海一起洗碗時 對漢傑有興趣的多彎 表情明顯就很不開心 不過第二集開始 我才發現原來多彎是poker face 外表看起來很難清淨 實際上卻是一個很熱情的女生 第二集 多彎和何磊約會時 一聽到南方喜歡樂團搖滾樂 多彎立刻帶她去自己最愛的咖啡廳跟黑角唱片店 兩人也意外發展得很順利 沒想到當晚何磊跟男生們討論當天樂會時 多彎在門外正準備放當天買的黑膠 結果卻聽到何磊說 他覺得他不會再選同一個人 哇 這是我沒想過的發展 而且最酷的是 我不敢以為多彎很像韓劇女招那樣 帶著誤會自己在房間裡默默難過 沒想到他直接殺進男生房間跟何磊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Out OMG 完全被多彎全粉 有不開心又直接說超帥 那目前有不少忘了說 多彎的秘密感覺是單親媽媽或離過婚之類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反倒覺得何磊的秘密才是單親爸爸耶 雖然網友普遍都覺得 何磊第一集就對多彎表現強大的佔有欲 感覺有點像控制狂 不過二三集 何磊在約會時的表現蠻加分的 尤其是第三集新成員登場後 因為何磊被參賽拒絕約會很尷尬 何磊為了緩和氣氛和女生的心情 先是在何磊選擇自己時 假裝說要說一下 又在他們約會的時候跟女方說 感覺是因為何磊很有魅力 節目組才讓她晚加入的 不得不說何磊真是蠻會說話的 她把沒招數有點介於心動跟有之間 一個不小心就容易翻車 但拿捏得好女生確實容易小路亂撞 不過我覺得蠻搞笑的是 何磊超關心漢姐的心情 第一天先是怕自己約會太快樂 會讓漢姐不舒服 隔天新成員的到來 比起自己被選擇 感覺她更替漢姐開心 朋友周日可以出去約會了 漢姐一直給我一種隔壁棚圓面的記事感 就男初人怎麼都超愛她 現在的韓國實境秀是流行男男CP嗎 那不曉得你們覺得多安和類謊言是什麼呢 其實多安和燦帥發展有點嚇到我 明明才過三天 兩人去讓情侶似的又是牽手又是擁抱 到哪都要在一起 第二集多安在漢姐和燦帥之間選擇拆算後 兩人一起到樂天世界玩遊樂舍時 過程中燦帥多次牽住多海的手 讓他不這麼害怕 然後隔天他們在宿舍時 又像老夫老妻似的幫漢姐挑衣服 多海在挑完衣服後直接抱住燦帥 哇這好像是我看過的韓國實境秀中 肢體皆穿和感情發展最快的一對情侶 而且一開始看還會有點小心動 想說哇這兩人的約會還蠻好看的 結果第三集尾聲 新成員正準備坐在燦帥旁邊 多海就立刻勾住南方的手宣誓主權 請問多海是狗狗在護食嗎 才3.2以戰猶豫就這麼高也太妙 不過就讓燦帥所得 當他得知多海的秘密是超級富家女之後 多海在影片裡搗爛鐺的說著 我從來沒有工作過 只會花錢與運動逛街 每天都要去百貨公司 也從來不去計較花了多少錢 哇這個無腦富家女的形象 跟宿舍裡的多海簡直判若兩人 雖然不意外多海是富家女 但我沒料到她的氣質會差這麼多 甚至應該很厚耶 她早上在大家面前 這麼沒風度的拒絕新成員 然後還跟多海到處放散吧 那漢傑的部分 她是我目前最喜歡的男成員 她個性還蠻可愛的 感覺跟她在一起 就會變得很輕鬆很自在 雖然漢傑第二天沒有約會 但我覺得她把氣氛轉得很好 主動跟新成員毛遂自見 大家也像送我兒子出嫁一樣 讓她約會不要緊張好好加油 結果她居然把色飛畫得這麼醜 一切都很搞笑 但又同時覺得 應該是因為漢傑很有親和力 大家才會這麼喜歡她吧 目前新成員的篇幅還不算多 可能是因為剛入座的關係 我覺得和娜和色飛都還有點拘謹 再加上和娜被拒絕了之後 實在太尷尬了 我想她的內心應該很慌張吧 不過和娜在和雷的引導下 在約會中越來越自在的感覺 相反的 色飛和漢傑的約會雖然很順利 但感覺女方對男生沒什麼興趣 就單純把她當作是可愛的弟弟來看 目前看不出她對誰比較好奇 不過有人跟我一樣覺得色飛在棚內採訪 還有剛登場的長相差很多嗎 我還一度懷疑是不同人吧 好啦 以上就是粉紅謊言前三集的介紹和節目討論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個節目的 雖然謊言是這個節目的爆點 但聽到成員們的謊言或是不講公開的秘密之後 會忍不住去想 如果是我的話我有辦法承受嗎 在現在這個交友軟體猖獗 什麼都優先看條件的年代 要把自己最脆弱的部分攤開來給曖昧對象看 也是非常需要有勇氣的 所以我覺得節目中止滿有意義的啦 主持訊的反應也很真實 沒有虛偽或是為了討好而討好的評論 粉紅謊言也比我預期中好看很多 也很期待公開其他成員的謊言是什麼 那目前粉紅謊言只有在Disney Plus上面讀播 從10月5號開始首播會先播兩集 那再來是每個禮拜的下午3點會再更新一集 有興趣追或是有在追這部實驚秀的朋友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們目前最喜歡的成員 或是猜未公開的成員們他們的謊言是什麼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還有這一集我的Answer和Facebook囉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Disney Pop最近的韓國節目好像蠻厲害的 像最近討論度很高的天元律師還有人生勝利組 我還沒看 但我知道這兩部最近在韓國很紅 還有留在一起跟光珠和羽莉一起組織的 韓星地帶逃脫任務 內部看起來蠻好玩的 有看過這幾個節目的朋友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們的觀後感喔